Hello 我是Honda 为了鼓励大叔野球543番薯粉们 持续地以行动支持我们 大叔们决定改变原本一次年角的方案 更改成三种新的每月订阅赞助额度方案 分别是54元的金手套番薯粉 154元的打击王番薯粉 还有254元的MVP番薯粉 连续赞助每个月金额达到6个月 几十个月的时候呢 则会在期满时寄中赞助的回馈品 每月54元金手套番薯粉的方案 这算是手背型的番薯粉 那你每个月赞助54元 满6个月就可以获得大叔们 在节目中的真心唱名感谢 满一年呢 则可以获得全新设计的543细枣土杯垫 帮助大叔野球543守住胜利 每个月154元的打击王番薯粉方案 赞助满6个月就可以获得全新设计的543应援毛巾 满一年呢 就可以获得全新设计的543细枣土杯垫 还有543风格钥匙圈 帮助大叔野球543展开公式 每个月254元的MVP番薯粉方案 满6个月可以获得全新设计的543细枣土杯垫 还有543应援毛巾 满一年呢 就可以获得全新设计的543风格钥匙圈 543个性马克杯 还有543独特的手机支架 帮助大叔野球543炮火四测 变变变变 好欢迎收听原始物语第47集预计上架日期是2022年4月26号 原始物语四个天桃圆球迷向非官方Podcast 我们聊到的主题都会放在showno里面 好那今年这个大叔野球543的赞助计划已经开始了 我们会在5月4号星期三的早上5点43分 在折折木枝里面开放大家进行斗内 那其实不管是三位大叔他们大概做了快两年 或者是说我们这几位从去年开始做单口的节目主持人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基本上都还是抱着一个算是一头热摘下去 然后不太计较成本跟收获的状况啦 但是因为做节目还是需要一点动力 那包括说像去年其实一些赞助的金额也有做一些公益的活动 那如果说之后比如说主节目可能会邀请来宾 可能会需要成本 或者是说偶尔我们讲久了嘴巴口渴了 请我们喝个饮料 那如果说您在这个能力范围之内愿意支持的话呢 那我们会非常的感谢你哦 好那节目开始呢还是一些话题 其实我应该要在前面几集就讲 但是漏了讲 那没关系我现在讲应该还稍微来得及一点点 就是今年球队因为配合我们的球场冠名 改成乐天桃源球场 所以球团这边呢 其实在上半季的赛季 其实也有安排一些日子 那这些日期的比赛 是招待我们桃源市的每个行政区 当你是那个行政区的居民 在那一天的比赛里面 你就可以持着身份证件到收票口 可以兑换一张当天的正式票券 也就是说那一天的比赛 你可以免费进去看 那其实已经经过好几天了 像4月19号是新屋区 4月20号是观音区 4月21号是大园区 那前面三场周已经举办过了 那现在剩下的部分 我快速的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首先是4月26号礼拜二 面对富邦汉将 这一天是大西区 4月27号礼拜三 面对富邦汉将 这一天是龙潭区 4月28号礼拜四 面对同一师 是卢竹区 5月10号星期二 面对富邦汉将 是龟山区 5月11号星期三 面对卫权龙 是杨梅区 5月12号星期四 面对卫权龙 八德区 6月7号星期二 面对卫权龙 是平正区 6月8号星期三 面对卫权龙 是中立区 6月9号星期四 面对中信兄弟 是复兴区 最后一天是 6月22号星期三 面对同一师 是桃园区 所以如果你是 桃园市的居民 然后在我们上述所 说的日期 那一天你刚好 可以去看球的话 那记得 不要放弃你的权益 那一天你可以 免费进场看球 那么在上周 4月21号 就是招待大园区的 居民可以免费 进场的这一天呢 其实球队有安排 一位开球的嘉宾 就是高雄市议员 黄杰 那我想各位球迷 如果说你稍微有 follow一下球队的新闻的话 你应该有看到 上周四的这一个 开球的新闻 那球团在粉专宣布 那一天的开球嘉宾 是黄杰 结果下面的讨论串 就非常的热烈 那基本上来说 也是有蛮多的负品 那负品基本上会有两种 一种是为什么要请一个 市议员来这边开球 他是不是选举的考量 另外一种反对的声音则是 大家都知道 黄杰是中信兄弟的球迷 为什么我要请一个 他对的球迷 来我们球场开球 反正都开球完了嘛 我就来聊一下我的看法 那黄杰他在政坛上的一些 评价怎么样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 今天讨论的重点 你要喜欢他 或是你要讨论他 我觉得都OK 反正我们要讨论 你对他的偏好 或我对他的喜好 那我要讲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 开球的安排 我不是球团人员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 我的猜测是正确与否 但是就我看起来 这一个开球的企划 比较像是球团去找黄杰 而不是黄杰自己来找球团 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源自于一个传说啦 明星人的传说 就是一个说法就是说 我们家Rakuten Girls的林香跟黄杰 长得有一些相似 所以在三月下旬 应该是三月二十五号左右的时候 那Rakuten Girls这边就派了云西跟林香 去高雄凤山区去找黄杰合作 那他们其实在那一天也拍了一个影片 在四月中旬的时候 在Rakuten Girls的频道上面上架 那那一天呢 其实他们去除了黄杰介绍一下 凤山的一些小吃之外 那一天其实黄杰也穿着 我们家乐天讨论的球衣 在高雄市议会里面直询 接下来就是你所看到的 四月十三号左右 在Rakuten Girls的频道里面上架 然后我们请黄杰在四月二十一号这天 到桃園球场开球 所以这个比较像是球团去找他啦 应该不太算是他自己来找 那你说选举操作 我会觉得这个 大家想的有点太远 因为不管是时间跟空间 我觉得都不太有选举操作的价值跟意义 为什么 第一个在空间上面 黄杰是高雄市凤山区的议员 他跟球队所在的 桃園球场所在的桃園市中立区 其实隔很远啦 你说真的 以一个要求注重在地服务的议员的状况来讲的话 对凤山区的民众来说 你去中立区开球 关我凤山区什么事情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那另外就是时间上来说 因为今年的地方选举是在11月26号 那现在是4月中下旬 我不是认为大家的记忆力会好到 会去在7个月之后还记得这件事情 不然我就随便考考大家 问一下去年公投的四大主题 到底是哪四大主题 那如果说你不关心政治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 去年季末 热天桃园有四出名单 总共四出10位球员 请问是哪10个 你还记得多少 还有我们有一些教练也离开 有哪些教练是离开的 其实大家一般人的记忆都没有那么长 所以我会觉得 这应该跟选举操作没有什么关系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就是说 有些人会质疑说 那黄杰就已经是很明显的 中性兄弟的球迷 为什么我们要请一个兄弟球迷 来淘文球场开球 那这个就前面讲的嘛 明星点嘛 那再来就是说 既然黄杰他愿意来 那当然球团就乐观其成嘛 就有一个话题 那对啊 他不是我们桃园的球迷 不是我们所说的10号队友 但是有没有想过 今天我们让他穿上了 乐天桃园的球衣 而且是两件哦 因为Rakuten Girls去凤山去找他的时候 请他穿的是钢弹联名的那一件 然后在4月21号 他来桃园开球的时候 他穿的是我们一般的主场白 我们有办法让一个中性兄弟的球迷 两度穿上乐天桃园的球衣 这不就是一种形式上的着想成功吗 这样不好吗 那那一天其实记者也有特别问黄杰说 大家都知道你是中性兄弟的球迷 那为什么你愿意穿乐天桃园的球衣 那他当然就是有一些很 一般的话带过 那就是大家都是棒球人嘛 这样的话带过 那我会觉得他蛮配合的啦 当然也不可能说人家来穿我们两次的球衣 就会变我们的球迷嘛 但是我还是心里有一个话 想要对这个黄杰市议员说 虽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听到 我想要说的就是 我还是希望黄杰议员可以转队支持 但是我其实并没有要求 你要支持我们家乐天桃园 而是台岗雄英已经要成立了 那台岗雄英的主场 大家都知道是在陈青虎球场 那陈青虎在高雄市鸟松区 跟他所服务的高雄市凤山区 其实就隔壁而已 那我觉得议员既然是做一个 在地服务的角色 也应该要支持在地的球队 所以不管他是不是愿意真心 但是我都会希望说 在日后的时候他可以 至少在形式上 你要支持一下台岗雄英嘛 那这是我的小小的愿望 好那接下来在上周的 我们的主场比赛 其实阿诚有在局间介绍了 我们家今年又有一首新的应援的歌 叫做 《胜利乐天嗨起来》 我相信大家也都还没有很熟 那《胜利乐天嗨起来》我也还没有很熟 不过我的歌单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胜利乐天》 那放给大家听一下下 是的跟大家再一次的重申一下 这个世界上呢 有两支名为富邦的职业球队 有三支以中姓为名的职业队伍 那这个世界上呢 也有三支以乐天为名的职业棒球队 《胜利乐天》 一支叫做 《腐山乐天巨人》 一支叫做乐天桃园 另外一支最年轻的叫做 《东北乐天经旧》 所以有乐天的我都听哦 那其实这个旋律在台湾也有职棒队 采用变成了应援歌曲 但是不是我们乐天桃园 而是在这个旋律结束之后呢 会放一下统一式的版本给大家听哦 《东北乐天经旧》 再下去就变成头头丝到我乐区办案了 好 不过在进入上周的战报分析之前 再跟大家提一点点事情就是 我们刚刚不是放这个 《腐山乐天巨人》的《胜利乐天》这首歌吗 其实《腐山巨人》拿在前几年有从我们家陶仁这边要了一首歌曲过去 那把歌词改成韩文 变成他们的应援曲 然后这首曲子呢 我们之前是在局间播放 但是他们是在赢球的时候才播 这首曲子 如果你有听我们家原始物有packet 其实每一集我都会放 把它当作不同分段里面的其中的一个破口 到底是哪一首呢 等一下啦 我们就稍微放一小段这个破口 你就知道是哪一首了 好啦 好啦 接下来进行第四周 就上周的主场的比赛会顾 那我们上周总共要打无偿比赛 不过4月19号这一天在主场对富邦汉枪的比赛呢 因为下雨所以延赛 那隔天4月20号这一天呢 我们是在主场面对来访的统医师 那这一天统医师所拍出来的先发头者是胡志维 就是前Rakuten Girls 艾璐的老公 那这一天其实艾璐也在右外也观战哦 不过艾璐回娘家 但是我们家娘家这边呢 好像对这位女婿不是很满意 所以对胡志维 算是个好好的给他招待了一顿 那胡志维那这一场比赛呢 先发3.2局就用掉了91球 被打6只安打 包括林立的一发全雷打 两次的四块球还有两分的折尸 这一场我们所派出来的先发投手是老虎黄子棚 他先发了8局 用掉了109球 被打7只安打6次的三振 一次的失误 然后一分的折尸 哇 投完8局109球 很难想象哦 老虎黄子棚可以有办法这么耐头 而且真的帮我们算是牛棚吃下了非常多的局数 这一场呢 我们的得分主要是靠着三局下半林立的Solo Shot 还有四局下半安打串联 靠着敏丸跟林立各打一分 这就是我们三分的来源 那同一师呢 其实他们一直到8局上才靠着村长林静凯的安打 让他们破蛋 所以这一场的最终比数呢 就是同一师以1比3输给了乐天桃源 那隔天呢4月21号同样的组合在同样的地方再战一场 那这一场呢 同一师靠着2局上的林黛安跟5局上的诗冠 与他们各拿1分 我们的进攻呢 则是靠着7局下阿林的滚地球 还有林立的安打连续冠3分 双方的先发投手呢 这一场同一师派出来是布雷克大医生 先发6局用了90球被打4只安打 有两次的三振 没有任何的哲师分 那这一场的败战其实是林子威 不过是同一师的林子威 不是乐天桃源的林子威 那我们家的先发投手狂威呢 先发5局用了93球4只安打 投出了4次的4万球一个死球 然后有4次的三振 1分的哲师分 那这一场呢 我们家的胜利投手也不是狂威 而是中继的苏俊宇 那苏俊宇呢 今天表现也蛮好的 他中继两局用了28球被打1只安打 投出了1只4万球 有3次的三振 看起来呢 他今年似乎是慢慢的找回身手 而且他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呢 初赛2场总共4局 被打2只安打 2次的4万球 3次的三振 没有任何的哲师分 所以目前的ERA还是完美的0 再隔天呢 是4月22号 这一天呢 也等于是上周 师援三连战的第三场 那么这一天呢 也是我们主场的iPad 那我们这一天呢 除了一般的观众进场之外 也有开放可以带动物进场 所以这一场的进场观众就比较特别 我们这一场呢 总共有5143个人类 还有121只狗 34只猫 2只乌龟 1只鸡 还有16只老鼠 像那个1只鸡是真的有带鸡进去 不是3G那个鸡 然后就我所知 我们家的一些 应援团长跟 Lakraten Girls 也有带他们的宠物进来 像Rina也有带 菲菲也有带 妮萱有带 然后阿布也有带 还有蛮多都有带进来的 那这一场比赛 其实前两局 打得有点久 但是双方的分数近战有限 像我们就有发生过 一出局满壘 结果只得一分 这么没有效率的得分方法 而且那一局是满壘的残壘结束哦 那我们家热天桶人在这一场比赛 1局下跟2局下只各得一分 那两边的投手来讲 我们家的先发是霸凌爵 他先发5局用了98球 被打5只安打 3次的4坏球 3次的3振 一个爆头 2分的则4分 那对方呢 是派罗昂 同一次的罗昂 先发6局用了99球 被打8只安打 2次的4坏球 5个3振 2分的则4分 那这一场其实我们在前段 是领先的 但是在中段的时候被操哦 就是呃 朱俊翔上来的时候被狙击 他只丢了0.2局 被打了4只安打 有4分的则4分 那其中的重伤害就是 承截线的2分 打点三雷安打 基本上这一只三雷安打 就等于让比赛定掉 在落后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也有努力 想要把分数追回来 7局下靠着小胖的高飞牺牲打 还有朱艺贤的拳打 我们追了3分回来 但是就 就差那么一分 那在9局下的时候呢 最后一个打者 小胖他打了一个 三垒方向的滚地球 那冲向一垒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接近啊 那一垒损判奥 那其实在奥了之后 挑战权已经用完了 那我们家的总教练龙猫呢 其实有示意裁判说 裁判有这个主动审视的权力 看裁判要不要去做 那基本上裁判他们也同意 所以裁判用他们自己的审视的权力 去做电视辅助判决 那看了之后 还是维持原判 所以小胖的这一个三垒滚地球 就变成这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出局数 彭医师呢 就以6比5一分之差 击败了乐天桃源 那关于龙猫走出来 提醒主审看要不要用 这个主审自己的材量权 去做电视辅助判决这件事情呢 网路上呢 又有人在讲说 算提出质疑啦 就是龙猫是不是又施展了 无限挑战之术呢 这边我有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首先第一个 这个play其实真的非常的接近 那天我其实在现场 你说他要判save或判out 我们现场其实这样看是 蛮接近的 看不出来说是不是真的out 龙猫呢 是有出来询问 但是基本上他人只走到 接近三垒边线的位置 但是呢 当他人走到接近三垒边线的时候 其实主审离他蛮远的 因为那个时候主审已经快要走到一垒了 主审呢 那时候在跟一垒审确认说 是不是需要做电视辅助判决 那一垒审也同意 所以那时候主审就马上召集了 所有的裁判 然后要求去做电视辅助判决 所以你要说这个判决是龙猫要求的吗 基本上我不这么认为 我会觉得主审好像一开始 就已经要跟一垒审去做这个double check 基本上呢 在整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出局数的 banbanplay 我相信任何一个总教练 都可能会跟主审询问说 你们是不是要稍微看一下 我会觉得这个是总教练在做他自己的职责 在上上周的时候大家也有讨论过 我记得大家都觉得潜规则是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吧 其实在前几集的大树野球武圣战里面 阿姐就有提到 2020年这个球四元的事件 方方事件的时候 好像都没有听到乐天桃園球迷的心声 那我就以一个乐天桃園球迷的心声来讲一下 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想的 基本上来说 那个时候好像我们讲什么都是错的 甚至我觉得我们连呼吸都是错的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球四元的事件 总之呢有两个本蕾攻防的play 但是我在讲下去节目太长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有空再讲 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会说球四元的这个事情 老实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被冷淘热讽 但是球团在有一篇的脸书发文是说 请各位球迷讲话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说有一些太过分的东西 球队这边会有一些处理 那大家就觉得说 原来这个球不能讲球四元的 要讲球四方的 所以大家就突然讲 你们家你们队是方方什么这样 但其实那件事情是这样子 是有一个球迷 那我也不要说他是哪一队的球迷 因为基本上每一个人都只代表个人 他的行为不代表那个对球迷的行为 那他就说 这个热天桃人这边跟裁判那边已经巧好了 这场就是要给热天桃人赢 那其实是因为这一句话 所以球团才发了一个公告说 请大家讲话的时候要自己注意一下分寸 不然谁会管你什么平常开玩笑怎么样 大家不是都开玩笑开玩笑来 就是嘲讽来嘲讽去的吗 是因为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先讲到这边 因为我觉得那个讲下去会很长 其他什么做毛巾什么那个东西 有空再讲 但是就根据那位球迷所讲的那句话 我就问大家 如果今天有球迷说 你们家的总教练都跟裁判讲好 这场比赛要让你们队赢的话 你看你们家球团会不会去做这样的生命 我就讲到这边就好 好那上周最后一场是在4月24号 我们去周济球场面对中信兄弟 那我们家的先发投手林子威呢 其实他在开赛的时候就状况不断 坏球投了非常多 他在前两局各丢两个四坏球 有就是让大家一直堆垒包嘛 那当然这样投起来就会很辛苦 那好不容易把球丢进去 结果在二局下的时候 被陈文杰猫到一发三分泡 二局下单局就掉了四分 不过呢 后面还是让林子威续投 他其实还是吃到了 这一场比赛足够的局数 我不知道是不是教练团想要练他啦 那林子威这一场呢 投完了六局 用了112球 被打三只安打 其实被打安打还算蛮少的 那包括陈文杰的一发全能打 不过次换就比较多 总共丢了六个四坏球 那有五次的三振 一个抱头 失了四分的哲思分 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失误 中信兄弟在这一场的先发投手 德宝拉呢 威风八面 不过呢 我们居然有办法让他投不满七局 他总共投了六点二局 用了123球 那被我们打了六只安打 一次的四坏球 一次的死球 他也投出了五次的三振 不过呢 他没有任何的哲思分 那这一场比赛呢 虽然说我们一直都有公式 但是德宝拉就是有办法抓到关键的三振 包括说三局上 还有六局上 最后一个初局数都是用三振解决 而且呢 他在从五局上的最后一个初局数到六局上的连续四个三振 那我们家的牛棚呢 小猪还有赖师傅在这一场的比赛都还OK 那小猪其实是被张志豪打一发solo shot 不过呢 他已经比上次登板的状况好太多了 只是说他的状况就是好像有点打百子 那基本上希望还是可以稳定一点 那我们家的先发打线在这一场呢 努力的八局好不容易才挤一分回来 九局上最后的反攻呢 结果换了邱丹跟陈辰威这两个带打上来 马上就得两分 瞬间了 那这个两分呢 其实就是邱丹先上雷 然后靠着陈辰威的两分炮打回来 然后呢 等他们回到休息室之后 又回到我们的先发打线 结果比赛就没了 就这样结束了 那顺带提一下 陈辰威打拳威打 其实头手是李正昌 那最终的比数呢 我们是以3比5输给了中信兄弟 这边顺便提一下 因为这一场是面对德巴拉 所以在先发打线上 好像都以右打居多 那有一个大家比较少看到的面孔 就是左外野手蔡振宇 那蔡振宇坦白说了 他这一场的表现 在打击上算是不错的 他的三个打席分别是 二蕾安打 三蕾滚地球 还有一只内野安打 不过在这一场 如果你有看比赛的话 你可能对他最大的印象是 他打完二蕾安打之后的 跑蕾失误 因为一个左外野的飞球 其实是落地的 但是蔡振宇他可能 看球的时候没有看得很清楚 他以为是高飞球接杀 结果他又往二蕾折返 然后最后冲三蕾 当然就上不了蕾 就变成说本来可以前进三蕾 但是就变成死了一个前卫的跑者 就多了一个初局数 那我相信这一个初局 对那一局的攻势的士气 也是有绝对的影响 那其实蔡振宇本身是一个 身材比较娇小的选手 而且他应该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点 他是1996年出生的选手 所以其实已经26岁了 那身高168公分 体重78公斤 算是身材上是不占优势的一个选手 那他其实是2020年的第九轮 才被我们家热天桃园选进来 所以他能上一军的机会 以一般状况来说 就真的不高 那我会觉得说 难得就是有办法上一军 而且在这一场是先发的话 其实虽然说打击还是不错啦 但是类似的跑壘失误 这种事情尽量还是避免吧 这样的选手要上一军的机会 是真的比较少 那我都会实心就是说 这些可能不被看好的选手 可以在一军代久一点 有一些好的成绩啦 那就希望他继续加油 那在这一场 其实我们家的失误也蛮多 除了蔡振宇这个跑壘失误之外 在手背上 包括先发投手林子威 还有我们的一二壘 就是林立跟陈俊秀 在这一场也都发生了手背失误 那这一场比赛 我在现场看啦 其实这一场比赛 秀秀的状况其实真的不太好 我不知道说 是不是他需要稍微调整 或是稍微修一下会比较好呢 这是我自己的观察 这个很明显就应该知道是哪一首了吧 这一首其实原曲是我们家的桃源最强 2020年球季的时候呢 釜山热天巨人把这一首歌填上了他们的词 然后在他们的主场使用 不过跟我们家桃源是用在局间不一样 他们这一首歌是赢球的时候在主场放的 那比较神奇的是 他们拿去用之后在2020年 我们变成热天桃源 反而2020年几乎都没有拿来用这一首 那是在后来才又偶尔在局间播放这首歌 好那先讲一下到上周第四周比赛结束之后 终止五队的战绩 那第一名仍然是我们家热天桃源 目前是领先的 现在是十胜四败 胜率七成一四 不过我们最近是在一个二连败的状况 那第二名是卫全龙 他们现在是八胜六败 胜率五成七一 他们和我们有两场的胜差 第三名是童医师 七胜一合六败 胜率五成三八 和我们有两场半的胜差 第四名是中信兄弟 七胜一合七败 胜率刚好五成 和我们的胜差是三场 那么目前打的最挣扎的还是富邦汉江 他们现在是两胜十一败 胜率一成五四 和我们的胜差是七场半 接下来是上周我们家的团队的成绩 在团队打击部分呢 我们家上周第四周的上累率是 三乘四二 长打率是四乘零九 那打击率是两乘九五 OPS Plus是118 我们就看OPS Plus来看就好了 其实我们在上周的成绩 在打击部分是有明显的退步了 因为在第二周是137 第三周是133 但是在上周只剩下到了118 那K率呢也有稍微上提升 从第三周的11%变成第四周的13.6% 那么在投球的部分呢 ERA从第三周的2.66 退步到上周第四周的3.34 ERA Plus等于是从135变成接近联盟平均的109 那么WHIP呢 从1.25算是有进步哦 进步到1.17 被上累率呢 是两乘九七变到三乘零三 被长打率呢 是从两乘八七 退步到了两乘九七 但是被打击率是有进步的 从两乘四六变成了两乘一一 美酒局被打的安打呢 从8.59支进步到6.94支 美酒局被打的全累打呢 因为第三周都没有被打全累打 所以是零 那第四周是美酒局会被打0.51支 美酒局所投出来的四万球是退步的 从第三周的2.66 退步到第四周的4.11 美酒局所投出的三振呢 稍微有点退步 从第三周的7.98变成第四周的7.46 接下来是跟其他四队所比较的 团队进攻跟防守的成绩 在OPS Plus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现在算是在第四周是第二名 上周就第四周 OPS Plus表现最好的是中信兄弟的119 那我们是第二名118 其实蛮接近的啦 那第三名是未权龙的114 第四名是统一师的66 最后一名是富邦安将的53 所以说前三队跟后两队 有一个不小的落差 那比较接近呢是ERA Plus 那ERA Plus表现最好的还是我们 我们在第四周是109 就是比平均好一些些而已啦 那其他四队都不到100 那第二名是未权龙的99 第三名是统一师的95 第四名是富邦安将的91 那最后一名反而是中信兄弟的87 那以个别球员来看的话 上周在攻击的部分表现的最好的应该是林立 林立在16个打数里面敲出了7只安打 包括一发全力打有4分的打点 那其他比较好的包括说像这个梁家荣 13个打数有5只安打 那这个陈静呢在17个打数里面有6只安打 这是相对表现比较好的打者 但是也有比较冷的啦 像这个秀秀他在15个打数里面只有2只安打 另外呢马杰森跟陈承回各有12跟11个打数 那他们也都只打了2只安打 这个就需要他们再加油啰 然后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家牛棚的负担 黄伟诚在上周投了1.1局12球 苏俊宇2局28球 苏俊翔1.2局29球 然后徐俊阳呢1局12球 王耀玲2局31球 赖荣成呢1局11球 那豪进呢2局28球 所以以工作量也就是等于用投球数来看的话 就是苏俊宇、朱俊翔 然后王耀玲和豪进还是算是比较主力啦 不过看起来就是他们在上周应该是比较少联斗的状况 那就希望他们能够维持油箱里面足够的油 那接下来就是顺便提一下上周的进场心得 其实我上周本来只预计要进4月24号礼拜天的那一场 不过在22号礼拜我这一场呢 在我们家主场我也阴错阳差拿到了一张票 所以就顺便就进了 所以我上周等于就进了两场 上周五那一场呢 我只能说天竹鼠车车的魅力真无穷 5局在大厅的天竹鼠车车见面会 哇那个人龙之场啊 我是没有要去拍啦 我就顺便路过 哇就真的蛮多人的 然后上周五的进场人数其实算多 因为那天五千多人 以一个小趴来说算是蛮好的票房 然后在前段局出的时候 因为球场的音响有点状况 所以呢有一段应援 大家是用人声唱的 那在9局下最后的反攻呢 其实最后的打者包括说 修修成群秀还有我们的小胖林鸿玉 其实那时候阿诚也都call大家用人声应援 我就放一段给大家听听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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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很多人都 比较怀念那种用管乐吹音源的方式 不喜欢电子乐 因为觉得电子乐冷冰冰 但是老实说对我来讲我最喜欢的是这种 纯人声完全没有任何乐器的阿卡贝拉 两天之后呢4月24号我去周记 看我们家在那边的比赛 那那一天礼拜天的比赛是下午两天打 哦 当天的天气其实非常的热 而且有点闷 然后我很佩服那一天哦 那一天的主场拉拉队 Passion Sisters 因为他们在跳开场舞的时候 是戴着口罩上去跳的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哦 两点的时候 周记球场的内野是完全晒太阳的 我们讲的是场内 就是投手球那一块 是完全在太阳之下 大太阳之下 然后在开赛之后的应援呢 他们也是戴着口罩在那边应援 就很努力的跳 一垒侧的舞台哦 其实大概到三点之前 都还是太阳照得到的地方 所以呢 他们就真的是戴着口罩 在边晒太阳边跳应援 真的是非常辛苦 这一天呢基本上天气悶 然后我们家的打线也打得很悶 就是整个便秘打线的感觉 所以真的是悶到我中间真的受不了 你们便秘我没有便秘 可是我觉得很悶 所以我跑去蹲了一下厕所 我很难得看球赛会看到一半 会放弃看比赛会做这件事情 那真的是太悶了 那一天呢在左外野应援的球迷 我真的觉得太佩服了 你们真的太辛苦了 真的这种天气实在是 其实这种四五月天气就是变来变去 有时候很冷 也很凉 可是热起来又是完全夏天的样子 要人命哦 那那一天其实我是坐在内野区啊 那当然 有时候大家都会讨论到说 这个客队球迷 可不可以坐在主队内野区 我是会去做这件事情的人 不过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基本上 我坐在人家的内野区里面 我是不会穿我们家自己的球衣的 我觉得 这是你在人家的地盘里面 就是要稍微尊重一下人家吧 那当然我没有办法 把自己完完全全的cosplay 变成了组队球迷的样子 但是我也不会说在 人家的地盘上面 帮自己的球队大声的加油 这种事情我觉得就不适合做 所以呢 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 我大概就是静静的 坐在那边跟木头一样在看球 那不管说是呐喊还是万息 总是都会有 但基本上呢 那就是一个内心的小剧场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进人家地盘的方式 那给大家做个参考咯 对了 顺便提一下 因为那一天是中信兄弟的We are family主题日 那他们在礼拜六的时候是邀请中信特工的球员 礼拜天呢 则是邀请中信菲姆利这个电竞队去参加活动 那其实在局间呢 他们有访问电竞的队员 那电竞队员是说他们的训练就是 基本上每一天都会花15到16个小时去练习他们的电竞技术 我这个是听的真的很佩服 像我们一般打电动 像2021年那个三级警戒在家里时间比较多 你说我偶尔想打个电动了不起打个六小时 我就觉得腰酸背痛真的快受不了了 就一次他们居然要每天15到16个小时的练习 那我觉得这个对体力啊对视力都是蛮大的负担吧 那我相信任何的兴趣当你要变成每天15到16个小时的练习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意力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这个职业选手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挡的 那接下来就是本周第五周的赛程预告 本周的五场比赛都在我们家的主场分别是 4月26号这一天面对富邦汉将 4月27号一样面对富邦汉将 就是二连战 4月28号面对同医师 然后空一天4月30号面对中信兄弟 最后一天5月1号面对卫泉楼 那就如同节目前段所说的 在三天的平日是市民日 其中呢26号这一天是大溪区 27号是龙潭区 28号是卢竹区 那么在主题日的部分呢 4月30号跟5月1号这两天 则是ORIS Toy Fair就是玩具趴 那那一天呢也会有很多的玩具展览 然后还有一些A赏B赏C赏给大家抽 就是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多多的进场 那另外再顺便一提的是 在节目的最后又要突如其来来个夜配 就是543送茶活动 斯文的大学同学啊 施米老王他最近呢在台南开了一家新的饮料店 那这家饮料店的名字叫先喝到 先就是先后的先喝 就是喝东西的喝 到就是康庄大到的到 那地址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 二段176号 那因为他是斯文的同学 他又是一个同一色诗迷 所以说我们这边决定要捧个场 然后分享幸福给我们的番薯粉 如果说你是我们的番薯粉呢 在4月29号到5月15号这一段时间呢 凭着大叔野球543的社团页面 以及现场的打卡 在店内呢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杯招牌的 英式蜜桃水果茶 那这个因为是有限量的 当天送完为止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尝鲜的话 记得要把握时间哦 好那以上呢就是本周的原始物语 那希望我们球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也能够好表现 整体来说开机到目前为止的状况都是好的 不过最近有一波小小的连败 那我们就希望就是持续有好成绩 感谢大家的后期空中 再上回西尾根 拜拜